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关心拓扑 它是什么 它首先要考虑是什么 你一个人刷数据 其他人还能发我 你想 大家都说话 上课 我讲课 你们也讲 这事儿它们干了 干不了吗 那它怎么办 把它想象成为它里面有一个绿牌 想象 现在就是一种安全 你自己自己全部都加上课 你知道 闪出来吗 哪一台计算机拿到了这个类牌 才允许才把我们当中发送数据 龙廷能不不得 说是吗 但是它不像你想象的效率比较差 因为什么 我们在现在的心心脱脱里也采用了这样的技术 也有 龙廷能不得 说是吗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 就是 只要有约约的拿到 是不是才能发送数据 剩下一个都只是借金 它發完 是不是銀盤傳給下一盤 然後再傳完 再給下一盤 其實本身這個銀盤看起來沒什麼東西 但是它有一個重大的缺陷 是吧 我這塊畫的是這樣一個畫 它實際上不是這樣接的 而是一台電腦吧 一根線是不是接過來 它還要再出來一根線 然後接另外一根電腦 能聽到我的說聲嗎 所以說是不是組成了一個案 那這樣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是吧 其中一個傢伙 您拆機 或者發生了故障 網絡斷掉 能聽到會導致什麼 整個銀盤全部崩壞 因為它中間任何一個階段都不能出現 聽懂嗎 這個交通 或者說 這種容錯率是不是太低了 那各位 淘汰了嗎 還沒有 你們沒見過 其實我也沒見過 但是 令牌環技術是 IDM公司開發的 那麼 IDM 直到今天 在它的這個企業內部當中 還在採用令牌環技術 它不會輕易上切的 OK 所以還在用 只是 但是 你不先騙這招 包括 IDM的中國也沒有採用這樣 我們老公的技術 但是 它在總部裏還有這樣的服務 還有 聽懂嗎 啊 比較胡老闆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星星玩樂吧 這是我們目前最主流的老公的節奏 是什麼 一台消防機 然後是不是連所有的電腦 啊 對不對 那麼對不對 其實我說 在最早的時候 心情也有一個問題 心情網絡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你想 我一個人說話 您我已在說話 我們網絡當中 是不是數據量是一定會出現的 啊 所以它採用了當時一種叫做 載播監聽 播入訪問的技術 其實就是什麼 在發送數據包之前 在發送數據包之前 我們要幹嘛 先監聽在整個局域網內 有沒有人 其他人在說話 只要沒有 才允許你發送 如果有 就不允許發送 你聽懂嗎 但是我們 雖然採用了這個機制 但是有沒有可能產生成功 我們兩個都要發信 對吧 然後當時都去檢測 沒人說話 然後我們兩個是不是都說話 然後導致有衝突嗎 有辦法 所以各位 它根本不是解決這種 衝突的解決方法 但是我說 我直到今天 我們的交換集合遊戲 也同樣加載了這種技術 才會見見 那怎麼解決 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分割衝突欲 什麼叫衝突欲 我們倆 我們所有人是不是都在這個局域網 那麼 我發送的數據包 如果你也發送 我們之間是不是就會產生衝突 能聽懂 那麼各位 原先我們最早的這個新型連接設備 不是交換機 而是耳機 耳機 對 極限器 極限器 極限器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個局域 那也就是說 所有的數據包 計算機在發送數據之前 是不是都必須做這個樣 然後有一個人說話 另外一個人是不是都不能說 能聽懂 但是 我們現在還有耳機嗎 不用了 淘汰了 為什麼 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交換機的特點就是什麼 每一個端口 每一個端口 每一個端口都是一個單獨的中毒域 也就是說你們隨便想說 發送交換接受 你們都是沒在同一個中毒域 啊 在當時為什麼 都直接就交換機靠 只有一幾個人 成本被擋網路 那現在不會了 現在這些東西 就會變成了非常普通的一個設備 所以啊 各位 之前做的這些設計 其實全部都被擋開 我們現在就是什麼 交換機件上 直接往前去配 然後 就把同一個網路上去衝進就可以 能知道 之前的這些 但是你要了解啊 交換機會分割衝突 數據包的衝突時 它就會分開 但是 它不會分割廣播的語 什麼樣廣播的語 我們是不是在同一個局域網內 啊 所以 我們想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的局域網內 所有的計算機是從前 那我要給整個局域網 發送一個廣播 發送一個數據包 它就會給廣播裡所有人的事都能接受 能聽到啊 所以啊 交換機不會分割廣播的語 它只會分割什麼 衝突 但是 路由器會幹嘛 分割廣播的語 因為 我們兩個路由器是不是連接兩個不同的網絡 你的廣播是不是最多只能到你的網絡自己堅持 都能讓你的廣播發給誰 路由器 能聽到啊 其他人會分割 衝突 但是不會分割廣播語 路由器會呢 分割廣播語 聽搞謊的事兒嗎 當然衝突雲也會怎麼搞 那當然了 聽搞謊的事兒呢 它會 如果講原理它交換接觸路由器的區別就是這樣 明白 葛萊 別張奇啊 廣播語和衝突雲我們在後面 適合交換接觸路由器裡我們還要說 到時候會有實驗來做配合 不用焦急 好吧 這得先簡單了解一下 可別 可別 那好啊 各位 我們現在只要通過交換機來連接的這個設備 是不是都是 這個新生效果 啊 好說啊 因爲實現網絡簡單 然後排查 排查 容易排查 啥意思 它就不會出現什麼 一台電腦出現故障 或者沒有開機 導致整個局勞無法突進 不會 聽懂嗎 它是什麼 你願意開機不開機 只是我跟母通話而已 明白嗎 但是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他說 昨晚成本高 你很傻 當時這個價格是比較貴 現在不貴了 OK 咱也有一個拉 中心這個節點 也就是交換機的壓力會比較大 你們 但是我說 我們現在就算最便宜的那種傻瓜式交換機 也完全可以負擔 咱們這個保羅的通信 但是你小心 無限節點 無限節點可不是 咱們現在是不是都是無限上網 學校也是變幅的那個小的無限節點 啊 那個可不是 啥意思 它是有一個負財量的 買的都是家用的那個無限節點 啥意思 它也就只能支持 是嗎 十個二十個人上網 如果你們要人數比較多 就會幹嘛 就會弊 一場卡 一場卡 完全有點不小 所以 最開始的時候 我的所有人是不是都在用什麼 兄弟點 蓋著那個Wi-Fi 是不是在上網 會發現 誰都沒辦法上網 因為那個節點的成本比較低 我們買的不太好 聽懂了 但是 我說實話 你真要買一個支持幾百倍的工業節點 價格太低了 那個東西最少得上網 所以就把握手 聽懂了 所以後來大家都說 我該有錢了 那個時候就便宜多了 明白 有東西 我們現在用的都是什麼 都是什麼 星星末末吧 OK 在局網技術裡面 我們還會詳細的再去講 到時候 載過千星過路訪問的寫法 也會給你放門的 不要著急 好不好 簡單想看一下 有東西 有個問題 其實我今天不應該講這麼多 我覺得應該簡單說 就知道這東西是什麼 就行了 我們後面 我們後面是不是在下 局網傳輸技術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 看 在我先聽 多了訪問的寫法 OK CNICD 包括我們的TOP結構 是不是都會有 聽到了 今天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 應該看一下 結果呢 說了多晚 好了 就這樣 可以吧 可以 好 心心心脫補的實現 確實這個好說 都是這樣 對吧 其實這都是心心脫補 這個配圖是有問題的 這個配圖 這個配圖是在交換機裡 講那個這個 就是那個選舉 講DR和DDR的配圖 我們幫助他說吧 這個圖我拿手改一下 好吧 可以圖 好吧 計算心的技術 各位 盡氣的能力 好看 你再怎麼著 二進制 十進制 轉換時間 會不會 我們看看吧 不管你會不會 各位 這個都可以看 我們來說一下實進制 什麼叫實進制 什麼叫實進制 總共是不是就是十個數 總共是十個數 如果到十的話 就會變成什麼 是不是妖類的 它是從個位 從一位數變成了什麼 兩位數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還是零到舊 這樣十個數組成了 也就是說 逢十進一位 從一位是變兩位 從一百 是不是再逢十 是不是就從兩位變三位了 二十也是一樣 逢十是不是進一位 看到了我們說什麼 逢十是加位 明白我們說什麼 就叫實進制 明白我們說什麼 有什麼 那二進制 指的就是什麼 逢二 是不是進一位 那也就是說 十進制 OK 那二進制呢 OK 逢二是不是叫進一位 所以變成什麼 一零 也就是說 二進制的話 總共就兩個數 誰 零一 那三就是啊 一零 對吧 逢四啊 是不是叫進一位 啊 變成什麼 一零 沒錯嘛 沒錯嘛 啊 那五呢 六呢 七呢 那八呢 是不是就是二的對數 那是不是就是 一零一位 啊 那 九呢 十呢 一零一 OK 看到了我們說什麼 逢二是不是進一 這就是所謂的什麼 這就是所謂的什麼 二進制 有什麼 那十六進制 指的是什麼 是不是逢十六進制 那 這位我們說 零次什麼 在十六進制裡面 零次不就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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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線 嗯 錯線 然後呢 五吧 六吧 七吧 八吧 九吧 但是 十它是用字母A代表 OK 那十一是什麼 B 十二 C 直到什麼 F F剛好是十五 啊 那十六是什麼 在這裏有十六是什麼 十進制裏是十六 十六進制呢 十六中什麼代表 十五是個F 十六是他 十六是他 一零 一零 對吧 他靜的你那個嗎 對吧 哎 可小心啊 在十六進制裏的一零可不代表十 而是十六 明白嗎 逢十六進一 明白嗎 當然還有什麼 還有八進制 八進制其實用的很少 但是八進制也有 他選的是 逢八進一 也就是說只有零到七十就這麼說 到八就是要零 明白嗎 先看清楚 進制有沒有問題 進制 數字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嗎 第二個呢 數字有事 各位 我們有這樣幾種方法 如果這塊寫個小號 後面寫個小位數的十 代表十進制 大寫個D 代表十進制 OK 或者 這樣寫 直接寫就是十進制 聽懂了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習慣的性是什麼 什麼都加 直接寫數就是十進制 明白嗎 但是二進制呢 我們一般的習慣性就是 加個B 十六進制呢 加H 能看到嗎 記下來 好了 好了 這塊是Binary Number 就是二進制這個技術 數字 沒錯了 這個咋不呢 還這個 算了 我會播 用招了 這個是常見的 Binary Number 二進制的意思 OK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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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十六進制 B是二進制 好了 那好了 這個只要記就行了 我們來學一下進制轉換 這塊其實還不是 這只是跟你講一下 是嗎 看 十進制是逢十進一 是吧 所以如果它有十個數 它實際上的值是 這個數是不是乘以十的三次方 第二個數乘以十的二次方 第三個數是不是乘以十的一次方 第四個數 最後一個個個個個數 是不是乘以十的一次方 那二進制也是什麼 實際上是什麼 它是 最後一個數是不是二的零次方 第二個數是二的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一次為天 乘出來加起來的數就是 十進制的值 那這塊是不是講 把所有的這個進制 轉換為十進制 如何來指下 插的意思是什麼 對二來講就是叫乘二 這個乘二取名 應該是 乘二取名 應該是 然後呢 其實就是說了什麼 有幾個數 是不是就乘以十六的幾次方 看到了 看到了 最終的值加起來 是不是就是十六進制 啊 更簡單了 你能看到嗎 這是標準方法 把其他進制轉換為十進制的標準方式 OK 乘以二應該是取名 應該是這個做法 叫法 那 把 反過來 把十進制轉換成二進制 或者是轉換成其他的十進制 八進制或者十九進制 都是什麼 應該是 除二取餘 或者除八取餘 或者除十六取餘 那 但是 來看一下 一百二十五 換成其他進制是什麼 首先是除一二 啊 除了一個值得過 是不是六十四 六十二 但是六十二 是不是乘以二 乘以二是只有一百二十四 這塊是不是有疑問 餘數是不是除不乾淨 啊 那六十四二除以二是多少 三十一吧 那沒有任何餘數 所以是幾 三十一除以二 除完之後 十五 所以有一個餘數 沒錯吧 十五除以二 是不是除完之後 是不是七 所以是不是有的餘數 三除以二 是不是除不了 只能除一 然後什麼 餘一 直是一 能看到啊 它的最重要二進制 指的是從下往上寫出來 這就是它的二進制 能看到 能看到啊 有沒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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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想說 這兩種分算 都是數學上的標準分析方式 一個是除外取瘀 另外一個是承愛取瘀 承愛取瘀轉 應該是我的基礎 但是 是 那一邊 對 我 沒有的 每一位 真的 做